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台湾终于推了一张卡片 海外交易居然有到1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觉得台湾的银行真的是越来越有趣 他们不只是互相竞争激烈 然后给的回馈也越来越好了 那这次到底是哪一张卡片呢? 今天的重点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回馈审卡哪一张 今天的影片重点会跟大家讲四个 第一个,12%好神奇 到底是哪一张卡可以这么高的回馈 这等一下会分享 第二的话,它的陷阱在哪里 有没有注意事项 我一定会跟你讲清楚 第三的话呢 如果你要申请信用卡 到底怎么做对自己最好 那这边也有提供了 卡板帮的专属办卡的优惠 有兴趣的欢迎比较看看 最后就是海外刷卡高回馈排行榜 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紧凑 开始来 第一个,12%好神奇 到底是哪一张卡片给到这么高的回馈 立马来看 原来它就是 我们这个永凤银行 它有做一个额外的加码的 这个所谓的国外消费3%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先扫码来看官网 或者是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我也有把这个活动详情写在上面了 那这个活动呢 往下介绍 它基本上的话呢 是做额外的加码3% 那么如果你搭配的是永丰必备卡 主题来了 如果你用永丰必备卡的话 它的海外回馈最高是9% 9加3就是12 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12%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就是银行再多给你3% 那第三季 也就是7月到9月这三个月的 加码回馈上限是刷10万块多给3000 那10万块除以3一个月刷3万多 也是超过一般小资组能够负荷的上限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拆解说 到底怎么拿回馈 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 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到底什么是永丰必备卡 好像最近一直很常提到 但是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的 我简单做个介绍 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卡片的话 也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相关的连结让你去理解 好来 加之档卡片呢 基本上是国内1%海外2% 就是看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金额零的第一 直栏横列嘛 第一栏 卡会的部分就是说 卡片办下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怎么刷就有国内1%海外2%回馈无上限 那么他在下半年 有做一个加码是 比如说绑在行动支付上面 有加码额外的5%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拿来绑在行动支付上面 在国内是6%海外是7% 非常的不错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如果 因为币备卡代表就是双币卡 你有把钱存在永丰的户头 并且转换成外币的部分 达到两个门槛 第一个是8万的门槛 你就可以拿到额外加码的 这个国外加码1% 就变成是国外是3% 那么如果你是存20万的台币兑换等值外币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额外的加码2% 所以国外就跑到4%去了 那这个特选5%也包含就是海外交易 所以加起来就是4加5就是9万 对不起 4加5就是9% 所以非常的高的回馈 但是它这个部分有一个非常令人觉得 有点压力的门槛就是要放20万在永丰 那这个部分就是台币兑换等值外币 之后放在帐上不动 不动它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开码帮三个人都放了 我也放了 然后5月多的时候就解完任务了 钱就放在那边卡死不动 剩下的时间就是怎么刷怎么赚 通通通都是有这个海外交易高回馈的部分 那这一次的12%的部分呢 我来简单做个图解 让大家理解一下到底12%怎么来的 这边的话呢往下看就是 币贝卡基本有海外2% 这是无上限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币贝卡有个超会加码 就刚刚讲到 存20万台币兑换等值外币的部分 可以拿到2%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每个月加码的是1500的上限 所以你不要刷太多 刷太多超过就没了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你已经符合超会了 所以它会有一个特选加码的部分 5%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海外交易的部分 会有额外加码 所以2加2加5就是9% 非常的高 但是它这个5%的上限是600 也就是说你大概一个月刷12000以内 都可以拿到所谓的最高9% 但是这部分都还是会扣掉 1.5%的交易手续费 这样子 那这次的活动呢 永峰额外加码了3% 所以加起来就是2加2加5加3 是2%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3%的部分提醒大家 就是只有在这个活动期间 7月到9月这段时间 这三个月的刷卡消费满额 比如说刷满10万 那么你可以多拿到3000 所以回推就是多这个3%的部分 但是呢 你如果说10万块除以3 每个月3万多的话 你往回推 其实你的币贝卡 每个月只有12000的加码 那么你其实没有办法 每一笔都拿到最高12% 了不起就是 每个月刷12000 那连续三个月刷36000 那你每一笔海外交易 通通都是12%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要刷好刷满的话 你的回馈率会下降哦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那再来的话 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说 回馈这么好 到底陷阱在哪里 我这边呢 我已经仔细看过 它的所有的条款 所以我有在这边 仔细的列出 三个四个注意事项 也请你一定要仔细的 听清楚 看清楚了哦 第一个 它是限定外币加外地 这个不论是必备卡 或者是大乌卡都是有一样的限制 请不要刷比如说 在本地台湾的 但是却是外币的消费 那这样子是不符合资格的 或者是 是台币的交易 但是它却是外地 那也是不符合资格的 所以简单举个例子 宝可梦都拿必备卡来 入金eToro 这个符合规则吗 符合 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入金eToro的部分 我可以最高拿到12%回馈 那这个是属于投资的部分 它有风险 也不建议大家一定要跟 但是我自己是这么操作的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觉得 你不想要只是拿来做消费的话 你要把它拿来做投资 是可行的 不过所有的风险 你都要自己去做功课 风险自负这样子 那第二点的话呢 3%加码上限为美 以计3000 不是每个月3000 是活动期间 条文上面写活动期间 所以就是7到9月 这三个月份 你只要刷10万元以内 都是可以拿到加码3% 这样子 那它有特别注明 永丰大户卡是排除的 所以不要拿错卡刷 用必备卡是可以的 或者是大户卡以外的其他卡片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现金回馈JCB卡 是符合资格的 好 那这个活动呢 需要登录 也请你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里面 先看到这个活动的这个官网 点进去就登录好吗 因为你9月30号之前 没有登录的话 就会失去资格了 好 那再来最重要的是 这个3%的回馈时程 它有一个玩法 我觉得算是蛮 蛮大的陷阱 好 它不是说下一次就回馈 这个3%的刷卡进行到你照上 不是 它是需要折顶你在超商的刷卡消费 好 比如说活动结束后的次次月 开始做回馈 它的意思是活动结束9月30号 所以次次月的话 就是11月开始做回馈 但是它回馈的时候 会去减合你10月份 就上一个月份的账单 也就是次月份账单 所以就是10月份 你10月1号到10月30号的账上 如果有超商的消费 它就会帮你在11月份做抵掉 但如果你10月份没有刷 也没关系 你在11月份刷的时候 它会在12月份做抵掉 但这个表格上面有写 所以最晚就是你要在12月31号以前 刷足你的回馈金 那么你才可以拿到回馈 那它在超商的部分 也是排除贷收贷缴 这个缴费的部分 然后什么税款贷收都是不行的 冤品也不行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在第四季的部分 你还是要拿你的BitBit卡 不断的在超商做消费 改印或者是持卡 做消费或是Apple Pay都可以 但是一定就是要去超商做消费 不然它不会给你这个抵扣的部分 所以这点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拿这3%的话 记得要常常在小七做消费 从第四季开始 我也会发文章来提醒大家 跟发贴文 所以请大家也要关注我资讯栏下面写的 宝可梦的粉丝页 跟我的IG 这些部分我都会持续的跟大家做提醒 你如果怕被漏掉这个提醒的话 也来追踪我们的Telegram 我们都会持续的跟大家做分享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最大化自己利益 该怎么做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已经整理好 就是基本上官网跟我们卡板帮的优惠 提供大家参考 要不要办的话 就是自己做决定就好了 我们不强迫 但是我们都把好康准备好了 自己比较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永丰银行的旧户 比如说你已经有永丰的信用卡 或者是有大户的部分 那么你来申请这张卡片 官方没有给你任何回馈 基本上旧户办卡都不会有回馈 那我们本团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属的 only的办卡连结 那你如果从这里进来的话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百元抽奖 但是呢 所有的信用卡公司 推着优惠都是一样 就是旧户办卡都不会给我们任何好康 他们都要都是新户 所以这部分是我们提拨我们的预算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加抽奖 就是开心的 所以你跟官网没有任何好康 跟本团有一个加码的抽奖机会 也记得完成任务之后要来回报 我们有你的资料才有办法让你抽奖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每一季会抽出一次 比如说第三季上车的 我们会在第四季的第一个月 上半个月就会把它抽掉这样子 这提供大家参考 那新户的部分的话呢 它这个必备卡以前是没有NGN的 那也没有新户里 但是在第三季开始 它加了600元的新户里 这个部分还蛮好笑 就是应该是说 我有里面的金办的联络方式 因为我们NGN就是 量很大 所以它有跟我们联系过 那我有问这个所谓的 永峰信用卡的内部承办人员 那你们这个永峰卡 为什么不加进去NGN里面 让我们可以赚 他就说 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 真的没有办法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 这个NGN的推荐者 然后还有就是新户里 所以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切割 就是好康没有办法并用 所以也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 不是说我们不给你好康 而是官方就明确的 把这个地方切开了 所以你如果是以新户跟团 然后办这张卡片 我们没有任何好看 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抽奖的机会 所以这部分的确是永峰内部 他们自己因为经费有限的关系 而做的这个抉择 那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新户在官方只办这张卡片 你可以拿到600 就这样子 那本团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要求你先办 这张卡以外的其他卡片 比如说办这个所谓的宝贝卡 或者是我们的现金回馈JCP卡 那么你刷3比599 你可以拿到500 再加上本团有加码 本团我们来抽最新的iPhone 12 这是秋天会上市的最新机种 我们会在下半年抽出来 那这部分都是我们卡板 已经讨论好的 本团办卡的部分呢 你要办指定卡别 比如说刚刚讲到的 现金回馈JCP卡 很不错 可以办下来用 但是呢 你不能够办必备卡 也不能够办大户卡 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在MGM里面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申办指定卡别 如果你是办错卡了 来回报也是没有资格的 那再来话就是 2020年下半年 如果本团的弹卡加回报 有超过200人 我们就抽一个人送iPhone 12 这次市价大概是3万多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 大手笔送出去了 本团的办卡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一起上车 好吗 这是我们能够准备给大家的 那我们的奖金来源 通通都是从我们的MGM里面 赚到的钱 再提拨一部分回馈给大家 所以就是一个互利共享的概念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页面就是说 如果你要上车的话 其实这边扫码 或者是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就可以直接办卡了 好 那办完卡之后 也别忘了刷999 并且进行回报 不论是签单的回报 或者是APP截图都可以 好 这部分的话就是 来看宝可梦的资讯栏的 这个文章连结 你就会知道 我们的活动怎么玩的 这边都有写的 那最后的部分呢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海外刷卡高回馈排行榜 到底有哪些卡片 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回馈 这一支影片 也立马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我们下看 一共有五张卡片 提供大家参考 可能 宝可梦有所输漏 但是这些应该是 比较无脑 或者是比较方便 可以拿到高回馈的 先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今天介绍的永丰必备卡 有12%回馈 最主要就是2加2加5加3 等于最高12% 不知道这12%怎么来的 请回去翻前面的影片来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 永丰的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国内 应该说国内2%海外是3%吧 3%再加上 指定同路加 包含海外的价码5% 所以加起来就是8%的部分 所以这是他还蛮厉害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他的5%加码也是上限600 也是刷1200以内封定 那永丰大户卡也可以拿来投资 eToro 所以前面的12%跟8% 我都会拿来做eToro的投资 这部分的话你们可以在 去网络上做相关的搜寻 了解更多 不记得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 拿来做消费也OK 那第三张的话也是我的主力卡 是中信ANA卡 中信ANA卡的话 它是海外10元1厘 那现在它有活动做加码 有登录到的话 也是国内10元1厘 所以等于就是直接6%回馈 因为这个中信 它的这个里程买回的这个比例的话 其实算是回馈很高的 那第四张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不要看清楚吗 这是我们的联邦新的赖点卡 它的话呢 就是海外3%的LINE POINT点数 加上LINE PAY MONEY 地虎支付加码2% 最高是5%回馈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最后最后一张卡片的话呢 其实是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这是我们的远迎Banking卡 它是应该算是现金回馈卡 它虽然说回馈的是金站点 但是它现在都可以用点数 倍数放大的方式 在金站点的商城 进行兑换刷卡金 所以它应该是 现金回馈卡为主 所以它最高就是 3%到30%回馈之间 但是一般而言的话 拿来兑换刷卡金 就是3%回馈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 有5张卡片提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要找群的是 海外高回馈信用卡 这5张卡片 都是你可以参考的 其中第三张卡片 ANA是需要讲年费的 所以这部分是 你必须要去深思熟虑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办卡 其他的1245都是免年费的 好不好 这个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办就对了 那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要来跟宝可梦讲一下 我们要来讲一下宝可梦的金句 这个金句刚刚已经泄露了 但是呢 我还是要在这边讲一次 就是 我们会在每支影片最后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示 这个重点提示很有趣就是 到底为什么银行要这么做呢 好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一点心得 跟大家分享 那这次的心得重点就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有人都觉得 联邦银行来到5%很厉害了 但事实上 没有 永峰硬是给你加码3%上去 所以 这就是台湾的信用卡界 非常乐 非常 让人家觉得非常有乐趣的地方 就是 你以为5%而已 但没有 它可以更高 可以更厉害 所以就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有的银行在竞争 我们消费者就有福利了 你永远都会有更好的选择 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哪一张卡片优惠不好 剪掉就是了 好不好 所以永远都有最棒的优惠 在等着大家 只要你持续的关注宝可梦的频道 还有我的粉丝专页 最新的消息 我永远是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也非常的 就是 非常欢迎大家来 赶快来订阅一下 最新的信用卡信资 投资理财信资 就会在本频道 并且就是 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消息 就会放送到你的email那里了 也非常欢迎你公开的 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海外高回馈神卡的攻略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